治安問題 其實是現在台灣人 覺得非常驚訝的一件事情 怎麼會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有這麼多的重大刑案 然後民進黨政府好像覺得 這不是什麼大事情 說什麼完美的社會當中 總是不可能那麼完美 總是有一些零星的個案 你怎麼看現在台灣社會的治安 不要忘了 當社會重大案件發生的時候 一件 讓他感染到第二件 再感染到第三件的時候 人民對治安是開始不信任 那個氛圍就產生來了 那是一個危機 那個治安危機的信任感 以前白小案不是這樣而來的 所以我們再看 最近的幾件婚屍案 還有幾件殺人案 所謂之殘酷 手段之奇奇怪怪的方式 害人聽聞 所以在這樣一個 治安危機起來的時候 政府不是出來喊話 立即破案以外 政府不是在喊話而已 政府要拿出更有具體的 策略的方式 針對這種重大暴力犯罪 要提出一些刑事政策 要提出一些更有效的 積極打擊犯之類的方式 才能夠有效的穩定 這樣的一個治安的信心 這才是我們要做的 你可以有什麼建議嗎 我當年每一次 發生這種案子的時候 我們社會首長一定清零現場 立即有效的破案 破案以後 地檢署法院一氣呵成 該量刑從中就從中 該追擊共犯就迅速追擊共犯 然後有效的提出更好的 針對那一類的刑案 提出一個解決有效的方式 然後整個全台灣要總動員起來 讓大家對治安的重視程度 在瞬間能夠有效的 壓制這樣一個犯罪 不能讓這個犯罪再感染出來 所以那時候都提出了整個 跨線式的聯合作戰的方式 用快打的部隊打擊犯罪 更重要我們會成立重大專案 全力追擊這樣要犯 然後有效的把遏制下來 開始提出一些治本的方式 然後在整個形式政策上 哪些要做調整 要趕快做調整 可是我們現在政府似乎是用 比較粉飾太平的方式 告訴大家這沒什麼 這是很零星 就算都已經發生在 台北市市中心 華山大草原 這樣子的一個分屍案之後 都還用這樣的態度 不會太輕率了嗎 做事 這裡要面對現實 這麼多案子 要親上火線 有效的賀子 不要粉飾太平 案件來 我們就要改管 不是什麼 這是事實 你只有有擔當 願意去承受這樣一個責任 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所以我經常說 這個事情發生了還不解決的話 這是不負責任的政府了 所以我希望不管是治安也好 不管是任何事情發生的時候 每一個人面對的態度 是要勇敢的跳出來 去承擔這個責任 不是逃避 不是粉飾太平 不是想說那都是個案 那都是輕描淡寫的把它說過去 沒有這種事情 這樣解決不了問題 問題不但沒有解決 還會更延伸問題 不過我們 因為這些重大刑案的發生 現在社會上 對於死刑的議題 又再有新一波的討論 我們現在民進黨政府 對於到底要不要廢死 這件事情的態度是非常特別 他也不說我就是要廢除死刑 然後但是他又實質上 不去執行任何的死刑 包括今天也是今天剛剛的新聞 就是小燈泡的案子 家屬呼籲這樣子 應該要執行死刑了 但是法官 二審法官 還是判無期徒刑 你怎麼看死刑這個議題 現在整個社會的氛圍 尤其在連續發生 很多重大犯罪 對犯罪者從中讓刑 這個趨勢是不可避免的 我辦過很多的重大刑案 這些重大刑案發生 都是很多在犯了重大犯罪 被判重刑以後 假設處以後再犯了 他是完全沒有叫化的可能性 一而再犯的犯罪 這些人如果沒有辦法改變他 那死刑又沒有辦法 做一個賀子的防線 他就有恃無恐了 所以我對死刑 把他擺在最後一道防線 謹慎的去捍衛我們的司法正義 那是必然的 那是必然的 所以我在看最近的整個連續性的犯罪 其實這些暴力犯罪 我們要去思考 我們死刑的存在的必要性 是絕對有這樣的一個必要性 您過去支持死刑 現在還是支持死刑 我還是站在一個 在這樣一個重大 社會事件也好 重大犯罪的事件也好 這樣一個分圍裡面 如果沒有一個死刑的最後一道防線 擺在那個地方 賀子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想犯罪絕對比現在還嚴重 更多 這是我的立場 而且我辦過那麼多重大刑案 很多的當年的 不要說白小燕那幾個犯罪者 當年都是犯重大刑案 判無期徒刑關出來以後 再聯繫再犯綁架案 再強姦再殺人 這些人如果早期那時候 有賀子犯罪的話 就不會再產生後面這些犯罪了 他有叫化的可能性嗎 這個我們要去好好思考的